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油价的部分 行政院副院长邱振雄泽说 已经指示经济部处理 会在与立法院沟通如何全面稳定物价 原定前天从上海飞松山的上海航空FM801号班机 因为途中遇到雷雨机长返航 延至昨天才抵达 旅客也被迫在上海多待了一个晚上 在抵达松山之后 80名旅客情绪激动 拒绝夏季长达半个小时 经过民航局出面斡旋之后才结束 而针对旅客质疑返航的原因 民航局今天也提出气象报告 确定是受雷雨影响 为了安全因素才返航 而上海航空也赔偿每位旅客400元人民币来表达歉意 有媒体报道 劳委会将在7月份配合中资来台 开放雇用中国籍的白领专业人士 劳委会今天特别澄清 不管是蓝领或者是白领入牢 目前政策都是不开放 也不会有相关的许可办法 至于大陆专业人士来台 只要有不动产的权状 将放宽体留的时间到4个月 不过公布的时间还没决定 10号凌晨在新竹南辽发生的凶杀案 在今天下午宣告破案 无名嫌犯全都落网 目前正有警方征讯临清犯案的过程 而接二连三的社会案件 都是无焉无仇之下起了杀机 事后的惩罚于事无补 如何事前防范 让青春期的小孩活得更快乐 家长和学校该付出更多的关心 政府也有责任采取积极的做法 让青少年苦在彷徨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有的好好话讲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信聪 上星期在新竹市南辽浴港 发生这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骇人听闻的这个社会事件 就是有一名呢 他其实已经有工作在园区担任工程师 可是为了要转业 那个时候还在待业当中 他晚上跑到南辽渔港那边去欣赏风景 没有想到被一群五六名的 大家所谓用二少这样的名称呢 他们莫名其妙根本也无缘无求 就这样就被打死了啦 今天在整个警政署强力动员的情形下 今天警政署宣布破案 已经逮捕了五名嫌犯 其中最年轻的只有十五岁这一名嫌犯 五名嫌犯当中四名是未成年 一名刚刚好今年才满年满十八岁 我们想理解的是为什么年轻人啊 你这样生日才贴不得到就要抵死人 到底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 包括说大家觉得说很严重的社会偏差行回 到底年轻人他有什么样的愤怒 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展现 今天有话好说 好好来理解一下 到底台湾的社会问题该怎么样面对 又该怎么样解决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资深的社会记者 刘俊耀 俊耀兄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们再欢迎成峰少年学员的社工督导 介绍一下成峰少年学员是一个专门在 所谓的处理中错生 以及让他们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 惨淡少年时期的一个组织 我们欢迎成峰少年学员的社工督导 黄世宏 黄督导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们欢迎中央警察大学 犯罪防治学系的副教授谢文燕 谢老师 大家晚安 我们要特别欢迎 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个罗门教授 但是这个比罗门教授还比较厉害 他叫做流氓的导师 他自己其实现在是桃園县更生团契 少年之家的执行秘书 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在混黑道了 在中部的时候他也是帮派分子 然后不但有暴力讨债 然后去跟人家抢夺地盘 也染上了毒瘾 也进了监狱 进了两次 甚至到监狱里面还闹起暴动的这样子 一个曾经是一个狂暴少年的 可是现在呢 他所谓的是更生团契的执行秘书 在帮忙这些行为偏差的小孩子 如何度过这一段最危险的时期 我们欢迎流氓导师张静怡 主持人来宾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新的消息 是警政署在今天的时候宣布 在新竹市南辽的这起杀人事件 在今天下午已经正式破案 逮捕了五名嫌犯 其中有四名都是未成年 只有一名刚刚好年满十八岁 为什么要犯下这么样残酷的案件 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新闻 竹科工程师被杀案 新竹警方下午宣布破案 警方事先逮捕到一名八十二年次的 正姓中错身 在巡线查到另外四名未成年的嫌犯 由于这个案子受到社会的关注 内政部长也亲自说明相关的案情 根据嫌犯表示 这个月十号深夜 他们一群五个人喝完酒后 分成三辆机车到南辽要看夜景 当时也在现场的余姓被害人 一看到他们来就拉着女性有人要离开 这群青少年心生不满 随手就拿起路边的木棍殴打被害人致死 惠犯案完全是临时起义 真的好讽刺 走在路上都不安全呢 你还怎么是一个什么优良居住环境呢 这起案件短短几天就破案 算是还被害人一个公道 但是这群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 为何能满酒喝 酒后为何又能骑车 整起案件也凸显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其实这一两个月整个社会案件 让大家觉得人心惶惶 其实在这一阵子 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新装还发生了一名骑士 载着她的老婆 她老婆还怀孕 莫名其妙骑在路上被榴弹打死 到目前还没有办法破案 也难怪很多人说 现在走在路上真的是很不安全 甚至你在家里恐怕都有危险 我先请教一下军庸兄 还会这样 无名其妙来去那看一个风景 看一个海景而已 总共说一说 到底是说台湾社会 真的变得这么恐怖了吗 台湾社会是不是这么恐怖 其实这件事很久一段时间了 你说骑车跟老婆看完电影 骑车回家在路上被乱枪打死 记不记得在好几年前 在一个KTV里面 坐在隔壁包厢唱歌的人 我还记得是个角质馆的小开 就砰一声隔壁隔壁包厢 打过来的一枪把他打死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这个跟你走在路上 其实是一样的 公共场所它有一种潜在的危机 谁是谁潜在的危机呢 就是这些隐伏在黑暗角落里面的这些 不管是帮派分子也好 不管是飙车组也好 这些人他们随时都可能 找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受害人 记不记得在捷运站 还有一个女生 大学的女生她要回家的时候呢 被人家强压上车载到河滨公园 然后就强暴了丢弃在那边 这个也都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社会的案 社会的风气 社会的整个到底安不安全 其实从好几年前 就已经是这个状态 而不是到现在为止 而且经历过这段时间 现在其实政党轮替啦 政治上面的一些风暴 让我们很多已经对社会案件 都已经越来越不关心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 现在谈话性节目 除了这一台之外 你转到别台去 通常在谈政治 不是麻痹就是麻总统 对 但是呢 社会的案件呢 社会的事情 社会的治安呢 谁在关心 只有你们节目在关心啊 所以我今天还上这个节目 我还蛮高兴的 终于有人在看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 这整个的社会的一个风气 让人家觉得说 为什么会不安全 因为关心的人很少 关心的人很少 今天说这个案子不是因为 这个事情在网友之间流传 大家一人一信 要写到总统府 说这个事情怎么太过分了 因为什么 这一位硕士生 这一位被害人 他还有一位癌症的母亲 靠他来照顾 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结果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一种 他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幸 整个家庭怎么办呢 后续还有很多问题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 刚刚破案而已 可是后续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社会也谁来政治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一人一信 总统府会下令 给我们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会这样子 呈呈下来吗 我看没有 也不会这么快 这么快去正视这个案子 这是我们觉得 像我跑社会新闻 二十几年 我很心痛 但是终于破案了 当然今天又刚好 这位被害人的头七 我们刚好就觉得冥冥中 我们不能活在冥冥中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安全 如果是靠冥冥中 有自由安排 我们死定了 我认为是这样 我不是我也是耸听 而是在我们现在 这个现阶段里面 所有的治安的问题 一直被很更高 位阶的政治人所掩盖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是大的环境的问题 教育 我们的教育谁在关心 包括连李远哲 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素材讲的教育 都是一些让我觉得说 只不过是他在 他在操作一些什么东西而已 甚至操作族群也好 可是教育呢 真正的教育的本质 我们大家有没有去 把它深刻探讨 我今天讲一个非常 关键的问题 我们看到今天的 所有的这些社会案件里面 你包括今天 这个中错生 打死这个人 包括之前的那个妈妈 就逆子把妈妈勒毙了 自己跑去肯定玩 肯定玩的这一个少年 太多的这些案件 你可以发现这些人 都是青少年 或者是就是年纪都很轻 那这些人呢 他们我认为 他们都属于这种草莓族 草莓族你可以看到 从家里面呢 我们现在家庭呢 父母亲对于 对于这小孩 我们少子化